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这是在香港为您直播的 《亚太商情》我是金贤 今天头条首先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 英国是正式的启动了脱欧程序 预计最快将会在2019年初来脱离欧盟 苏格兰也是通过了最快明年秋季 再举行独立公投 英国政府就表示 目前不会与苏格兰谈判公投的问题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 在周二晚间正式签发信件 启动李斯本条约第50条 随后在周三 特雷沙梅向议会发表声明 确认英国进入两年脱欧倒计时 根据规则 无论谈判结果如何 英国都会在两年后脱欧 除非在全体欧盟成员国 同意的情况下才可延长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表示 将在未来两年与欧盟的谈判中 确保英国国内所有人 包括欧盟公民的权利 又呼吁英国人团结一致 共同开启这场重要的旅程 而在为期两年脱欧路的前夕 英国迎来苏格兰再次要求独立 苏格兰首席部长斯特金提出议案 在当地时间星期二 以69票赞成获得通过 苏格兰将向伦敦提请 于2018年底至2019年初期间 再举行公投 决定届时是否脱离英国独立 斯特金表示 当脱欧已经不可避免 但这样的改变不应该强加给苏格兰 英国首相特雷沙美表明 多次与斯特金会面都未能化解分歧 同时表示目前不会与苏格兰 谈判相关公投问题 二台第一卫视综合报道 好 今天主播间我们请到的嘉宾是 永丰金融研究部主管图国斌先生 就财经关注点来进行解析 你好 欢迎您 你好 我们来说今天应该只是英国进入到 脱欧城市的第一步 那么接下来整个这样一个主题 就要贯穿它之后两年的政治和经济 那我们知道现在英国 其实非常在积极努力地寻求 和其他国家的一些贸易的合作 那你觉得接下来有没有可能说 中国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呢 我觉得在未来的时候呢 如果说脱欧的这个程序 持续下去的时候呢 最终我觉得没有办法 肯定是谁跟更多的地方做交易 做贸易肯定是受尾 我觉得在未来的时候 现在从一个原来稳定的 均衡的状态里面逃出来 然后有没有新的这个状态可以取代呢 如果没有的时候呢 马上就可以填补这个空空节的 这个任何的国家 任何的经济体系 包括中国在内 肯定是有受尾的这个可能性 所以在过去几个月里面 随着美国或者是在脱欧 等等的这个下渠出来的时候呢 其实中国坚持着做这个自由贸易 肯定是有非常好的这个示范的作用 未来的时候如果说持续下去的时候 别的地方他们做一些 不是特别明智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中国持终我们做这个生意的时候呢 现在肯定是比较好的 所以按照您的说法 有没有可能在接下来会看到这样一个局势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呢 其实中国已经在对这个欧盟方面的 其他的国家在展开一个魅力公式 这个最主要的促成的国家呢 就是美国了 因为让这些自由贸易的国家 就好像站在了同一个战线 有没有可能说到最后 长久下来就变成了以中国为首 或者是以中国站到主导位置的 这样的一个群体来 直接和美国来在经济上进行博弈呢 对 我觉得这一场博弈呢 你刚才提到过的情况 正在演变当中 一个方面呢 是原来可能是很多的国家 抱在一起 做一个大的谈判的这个对手 但是现在呢 我们都不在这个大的 比方说欧盟也好 在美国的关系里面也好 我们个别的跟别的国家 别的经济体系去做这个贸易的谈判 对中国来说肯定是有影响 最好的影响是 本来中国就可以出口不同的东西 也有不同的经济的力量 可以做合作方面的很多的卸调 所以我觉得 如果他们持续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肯定是对中国有比较好的 当然你说能否马上去取得 主导这个地位 可能需要时间 但是我看这个方向 应该没有什么大的疑问 那我们来说 让英国非常头疼 还有就是苏格兰的独立公投的一个问题 因为他们现在也正式就提出了一个申请 那么在提出申请之后 我们看到英镑兑美元也是急速下跌 那我们知道在这个英国脱欧城市的话 其实是比较漫长和复杂的一个过程 英镑怎么来看呢 英镑随着在去年年中的时候 已经跌了很重以后 其实在去年吸剧度的时候 反过来当美元是往上走的时候 当时候英镑在11月份 12月份的时候跌不是特别大 后来在过去几个月里面 我看还是从基本面 大家还是比较担心一点点 但是跟当时候去年年中相比 已经稳定下来 但是如果说我们是看一看 不但是市场的情绪 还是看这个 还要看这个基本面的时候 随着它落实在这个脱欧的这个程序以后 很多的问题出来 当英国没有什么办法去改变 现在已经推出去的这个程序的时候 我看英镑还是往下跌的机会 比较大一点点 反正在未来两年三年 还是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看投机姐 有什么大的理由马上去做多呢 没有可能的 那我们来说这个苏格兰公投 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提出来了 在2014年的时候就提出来过 但是那个时候不成功 是因为他们这些民众觉得说 有没有可能会丧失在欧盟的一个席位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 其实这个情况已经是不在了 那你觉得如果接下来 真的是这个苏格兰独立公投的话 对于这个英国的脱欧程序 或者说英国的经济发展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肯定是有影响 因为在过去非常长久的一个 一个时间段里面呢 它需要英国需要的 不但是英国一个小的地方 还是需要整个的这个 Great Britain的这个概念是不同的地方 合在一起 但是现在每一个个别的跟欧盟去谈 跟中国去谈 跟什么去谈的时候呢 肯定做这个独立以后呢 对本来他们的利益可能是有影响 分驳了一点点 但外面是没影响的 比方说中国你马上有一点点的改变 我也可以提供你需要的服务 但是对英国的本土来说 我看这个是很大的麻烦 其实对苏格兰来说也不一定是好事 但是在过去很长久的时间里面 他们合作太久了 我们中国有一句说法 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有一点点这个意味 那如果按这个说法的话 因为在去年时候 我们看到最大的这个黑天鹅飞出来 也就是这个英国脱欧成功 那么这个它公投成功之后的话呢 我们看到相反 相反这个英国的股市是比较好的表现 那如果按照这样的说法 我们知道这个股市 其实是先行于经济的表现的 如果对于英国的经济 并不是非常乐观的话 那么对于这个今年英国的股市 您是怎么看呢 本来英国实体经济幅速的情况 不是太差的 其实在过去几年 我们看随着美国跟别的国家 也是做这个量化宽松 英国的步伐也是跟随得非常紧密的 我们看这个通胀预期慢慢地回来 基本上幅速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现在突然有一个新的动作 然后它有一个打击以后呢 还是需要重新吸引 所以我看来就是本来 已经可能可以进入这个架细的旧细 或者是减少这个量化宽松 很多这个动作可能是放慢一点点 但是幅速的步伐应该是没有什么 方向方面应该没有什么改变 但是步伐的这个坏与慢 可能是有一点点影响 现在市场非常关注的是 接下来关于这个欧阳行 对于QE的一个脚步的快慢的 一个这样的看法 我们来看一下说这个欧阳行的最后一轮 TLTRO规模是超出了市场预期 那么也就可以暂时抵消一下 对于这个退出QE的一个恐惧 那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 现在它这个非常规的货币政策 应该是已经到头了 你怎么来看这样一个欧阳行 最后会怎么来决定 什么时候退出QE 其实在过去几个星期 我们看欧盟的这个欧阳区的这个决定 特别是欧洲央行 他们对未来没有什么加大力度 在这个QE里面已经说明了 其实他们也准备准备好 马上要更改原来的这个方向 但是我看从一个非常极端的这个手段里面 非常实习的这个手段里面 改变成为正常还是需要时间 毕竟我们看欧洲大陆 在很多的国家不同的这个情况里面 对比这个分别是很大很大 如果只有德国可以辅助的时候 别的国家还没完成的时候 这个问题是非常大非常严重 我看它可能在未来的时候半年 可能还是慢慢地减少这个速度 然后做一些希望管理 让市场里面能够把握 我们应该慢慢地开始了 跟美国差不多一样了 有这个信息出来 但是今年年末以前 我看还是不能够完全地 做这个退出QE的情况 好的 谢谢马可的分析 那我们也是上次个休息 待会回来